台灣營造產業BIM與工程標準技術論壇 和利民營造風箏標誌的頒獎典禮 今天在林皇宮熱烈的展開 現在我們就一起到現場去看看吧 台灣基優的利民營造公司 已經成立27年 公司年營業額已經達到140億元 是全球AECO產業 第一家導入BIM專案資安管理標準 ISO19650-5的營造公司 除了通過ISO19650-1跟19650-2 又得到國際權威英國標準協會BSI驗證認可 取得國際最高等級品質保證的BIM風箏標誌 2021年2月25日 利民營造在台中市林皇宮花園 舉行成果分享論壇暨頒證儀式 我們一步一腳印 每一個階段我們都走在前端 利民營造從10號年前開始參與台中國家各紀念之後 發現整個圖縮的方式都已經改變 現在有最新的工具是透由電腦 有一個BIM病的這個系統 那我們從那個時間就開始導入 導入之後呢 我們一直在往上提升進階 就是我們能夠得到全世界第一章的這個 風箏標誌的認證 我們覺得非常高興 BIM專案的品質管理標準 主要規範共同資料環境跟資訊交付 循環的作業流程 應用在營建專案的各階段中 是營建業數位轉型的重要參考 包括英國 馬來西亞 澳洲等國家都要求公共工程 導入BIM作為指導標準 全世界的相關產業 也以ISO19650系列作為標準驗證 立民營造以BIM對外增加實力 對內提升執行管理 值得各界肯定 現在BIM漸漸的大家也發展到 將來的維修跟營運的管理 就是我們如果把施工過程當中 所建立的模型整個 移交到將來的使用單位 使用單位在維護的過程當中 實際上它可以從電腦 看到真實的建築物的狀況 我們在維護上會方便許多 而且具有效率 立民營造董事長吳春山表示 台灣發展BIM已經超過10年 著重在BIM技術的動畫 特效 美編跟排程 立民營造要把資訊科技跟營造工法 結合BIM技術跟標準 搭配立民營造雲端整合圖台 打造前線後緣系統整合 建構數位立民的營造環境 記者程維旭 蕭又金 李佳金 台中報導 Easy że chcemyknownstvem 站在這邊 就覺得好 感谢观看